嘴里不斷说着感谢 但脸上流露出的惊恐与无奈 迟迟难以平复 影片中逃亡的妇女 她们是巴勒斯坦人 同时也是一名现年32岁 从事巴勒斯坦研究的台湾学者 王冠云的婆婆与嫂嫂 在以色列建国后 冠云婆家亲友被赶到加萨局主 如今尾巴冲突再度发生 他们在加萨的家被毁了 家人们不断逃亡 每天生死未普 冠云透露 他先生的家人 包含爸妈嫂嫂还有孩子们 8岁5岁甚至2岁 双胞胎等共8人 每天在战火里分散 四处避难 因为当地电力和网络短缺 双方上次联络 已经超过12小时 已经是完完全全可以 符合种族净空这样子的定义了 他告诉我他从小在每一次的空袭中 他跟家人一起躺在家里 他心里其实想的都是 我希望如果我们被嫁到 我们全家人都一起死亡 不要有任何人成为那个唯一一个全家人 幸存的人 冠云分享先生从小在加萨长大 已把两国的战火全家多次亲身经历 而这次冲突很多人认为是哈马斯主动挑起 才让许多平民被杀害 外界舆论一面倒 冠云有话要说 背后75年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军事殖民的历史 以及了解过去这16年来 以色列非法军事工作加萨走廊 你就不会说哈马斯是挑起战争的人 他们只不过是回应这75年来 双方冲突谁也不乐见 过往的问题没有解决 难保尾巴冲突再度发生 最可怜的还是两国百姓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